计算机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计算机了 不管你是不是直接在使用计算机 你都有意无意的在使用计算机 或者在使用计算机给你提供的服务 比如说你去银行取钱 ATM是一台计算机 你在柜台上取钱 银行的支援使用的也是计算机 当我们使用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用计算机上面 已经有的软件 比如说你在使用手机 当然首先我们得说手机也是台计算机 我们要用手机的时候 我们想的是去哪找一个APP 而不是说我们得要自己去写一个APP 当然如果你找遍了所有的市场 你发现不了自己想要的功能的APP 那也许这种时候你得自己写一个 如果你在电脑上你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你想做一件特殊的事情 你找不到合适的软件 那也许你还是得要自己去写一个软件 当然写软件的这种事情 在现代已经很少见了 对吧 大多数的人都不需要自己写软件 所以我们学程序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重要的目的倒不在于说 你要为自己写一个软件 重要的目的是说通过学习程序设计 你可以理解计算机是怎么工作的 计算机擅长做什么样的事情 计算机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是计算机不容易做 或者不擅长做的 那么计算机一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 比如说 我们如果在餐馆里吃饭 刚坐下来 我希望能够喝一杯水 那我可能会跟这个waiter说 请给我一杯水 因为这个waiter是人 他不是计算机 所以呢 你只要跟他说 请给我一杯水 当然他waiter就知道说 怎么去给你拿一杯水来 他会转身走到厨房 找一个杯子倒一杯水给你 然后给你拿过来 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 如果你想让他为你做一件事情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自动化的程度 也许你需要一步一步的告诉那个计算机 应该怎么去做 比如说你可能会对计算机说 你要转身走到厨房 然后找到一个杯子 然后找到一个水壶 然后在杯子里面倒入一些水 最后拿着杯子走回桌子 计算机就是这样子 事实上呢 我们在说 他是电脑 他很聪明 很智能 其实计算机什么也不会 计算机只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他一步一步怎么做 他就一步一步的怎么做给你看 当然 他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 你叫他做这一步 他一定不会走那一步 他会把你要他做的每一步都做得很好 可是 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步骤串起来 来满足你的要求 那怎么去把这些步骤串起来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人要做的事情 所以 当我面对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只要对那个人说 What to do 我要你做什么 他当然自己就知道要去做什么 可是面对计算机 我们就必须要告诉他 How to do 如何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当我们要告诉计算机 我们要让计算机知道 如何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方式 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描述 这种步骤的手段 那么这个手段呢 就叫做程序 程序就是用一种特殊的编程语言 去写出来表达 我们要计算机如何去解决问题的一种东西 也就是说 编程语言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用编程语言来告诉计算机 我要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做 怎么走过去去厨房取水来给我喝 因此 我们不是用编程语言 去和计算机交谈的 我们是用编程语言去写下 要计算机做事情的步骤 让计算机去执行 交谈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拿计算机当作是一个人的话 那我们和计算机的交谈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平时 在你的计算机上做的那些动作 比如说你在桌面上看见有一个软件 你想要运行它 你double click 这个double click 就是你和它交谈的方式 你在命令它做事情 然后它把那个软件运行起来了 给你看到了那个软件运行的情况 那是它给你的反馈 这个是交谈 但是编程语言不是用来交谈的 你没有在编程语言的过程当中 不是用编程语言说一句 它做一句 这是不一样的 那计算机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计算机其实只懂 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种语言 大家现在在这个上面看到的是 一连串的数字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我这里头不是有字母吗 没错 这是一种16进制的数字 因为有16进制 也就是说 它有从0到15的数 每一位都有从0到15的数 所以阿拉伯数字0到9不够表达了 我们要用字母A到F来表达后面的数字 所以里面会有字母在里头 但它还是数字 这是16进制的数字 这是一个 这是一段计算机能够懂的程序 用计算机懂得语言写的 那显然这一段程序摆给你 摆在我们面前 谁也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 具体一开始CFFA 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 因为这一段程序是通过另外的一个软件 或者说通过一个工具 从我们能够看懂的东西转换过来的 它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 当然在你学习任何编程语言之前 这一段文字对你来说 也可能还是像天书一样 虽然你大概能够猜一猜这里面 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这一段程序是做什么呢 这段程序是在用辗转相处法 去计算两个数 也就是这儿的32和26 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一段程序 虽然这段程序是 我们说这是用人用编程员写的 但是你能不能理解它 还有程序之上的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现在列在右边的 这一系列的文字 这一系列的文字 我们把它叫做算法 我们要去计算一样事情 那我们需要有步骤 我们要告诉计算机怎么去做 就像前面去端水一样 我们要有有条理的 一步一步的步骤告诉计算机 我们告诉计算机说 如果你发现V已经等于0了 那我们就算完了 U就是最大公约数 如果V不等于0呢 那我们要去做一些复杂的计算 算完之后 我们还要回到第一步 这样子能够不断的算下去 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结果 这样的一些描述就叫做算法 所以你看计算机能懂的 是那种二进制的东西 然后呢 这是计算机懂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人能够懂的东西 但是这是程序员能够懂的东西 这是学过编程的人能够懂的东西 再往上 才是普通人能够懂的东西 这是如何去做计算的步骤 也就是算法 从算法到程序 到计算机能够运行的东西 这中间有很多的步骤 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我们要让计算机去做计算 就需要像这样去找出计算的步骤 然后呢 用编程员去写出来 那我们把计算机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叫做计算 不是说只有加减乘除 做算术运算才叫做计算 所有由计算机去做的事情 都是计算 包括算算你的生日 包括画一幅图 包括给你看一本电影 这都是计算 只要是计算机做的事情 都是计算 那计算的步骤呢 就是叫做算法